在中國的傳統的民間 它有幾層含義 一個是它的諧音是北財 也可以說是一百的百 也可以說是白色的白 白財就是北手來錢 就是你不勞動你可以獲得錢 財富的一個象徵 還有一個含義是代表清白 其實十多年了我留白菜在街頭 就是經常有人會問我為什麼留白菜 但是其實我基本上也不回答 就是我這個就是來疑問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日常到底是怎麼來的 人類到今天從古到今中外的 很多人的腦袋裡有很多石頭 是特別僵化的石頭 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 這個東西是我特別想通過我的行為去打破的 那麼後來很多人開的什麼寶馬呀 就那種很多好車 好車嘛 然後他們每天與這些車相依為命 其實某種意義上講 它和我和白菜是一個道理的 但是這是整個社會都覺得 你可以每天和車在一起 沒問題 有能說是行為藝術嗎 我不這麼認為嗎 它實際上是一個行為生活 生活行為 最早的時候他們就當我是神經病 慢慢現在的年輕人他開放了以後 他會接受這個 然後他們很多時候是他們自願去六百菜 然後他們把拍到了六百菜照片傳到網上 甚至給我看 我希望對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遛蘿蔔 你可以遛西瓜 你可以什麼都不遛 但是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六百菜的解讀是不在我 我只是我在做一個遊戲 那我這個遊戲 我這個玩主 可以說是玩主吧 我已經不能掌握這個遊戲的解讀 解讀是你們來解讀 試想做什麼 ara内容 你已經不 coping 他專門具來套 人種火療 你準確 你什麼 你疼